如何拆箱并设置HP Color LaserJet Pro MFP 3301-3304和3388系列打印机 步骤一 从包装箱中取出打印机并开启打印机 从包装箱中取出打印机、电源线和设置文档 撕下打印机外部的所有胶带并取下包装材料 撕掉打印机内部的所有胶带 将电源线插入打印机将另一端插入墙上插座 注意惠普推荐直接插入墙上插座 按电源按钮开启打印机 使用控制板在打印机显示屏上选择您的语言以及国家或地区 步骤二将纸张装入进纸盒 打开进纸盒2 向外滑动纸张导板 将一叠普通白纸装入进纸盒 向内滑动纸张导板使其紧贴纸张边缘 合上进纸盒 步骤三 连接打印机 在控制面板上选择您的连接方法 您可以选择以太网、WiFi或USB 如果选择USB 请将连接线的一端连接到打印机背面的端口 将另一端连接到计算机 然后继续按照控制面板上的提示进行操作 直到进入主界面 如果选择WiFi 请确保您的计算机已开启WiFi 在控制面板上选择与计算机相同的网络 并在出现提示时输入WiFi网络信息 继续按照控制面板上的提示进行操作 直到进入主界面 步骤四 选择设置方法并安装打印机软件 进入打印机上的主界面后 您可以从以下两个设置选项中进行选择 基本 允许您从本地计算机或网络进行打印 高级 允许您使用打印机的所有功能 包括基于Web的远程打印和多打印机管理工具 注意 如果选择USB作为打印机的连接方法 则只能使用基本打印选项设置打印机 如果想要完成基本打印选项的设置流程 请访问HPSmart.com-download下载惠普软件和打印驱动程序 输入您的打印机型号 然后选择下一步 下载完成后 打开软件并按照提示完成设置流程 按照所有提示完成操作后 基本打印机设置流程即已完成 您可以开始打印了 如果想要完成高级打印选项的设置流程 请访问HPSmart.com-setup 然后选择相应选项以安装HP Easy Start软件 下载完成后 打开软件并按照提示完成安装 如果提示您输入打印机拼码 请打开碳粉和检修门 找到印有该拼码的标签 出现提示时 选择相应选项以启用云功能 按照说明 在打印机控制面板上生成配对码 出现配对码后 记下该配对码 在HP Easy Start中 打开HPSmart Admin 然后使用配对码将打印机 与您的惠普账户进行配对 执行其余步骤 安装打印驱动程序 并完成设置流程 如果将打印机设置为个人使用 则可以前往HPSmart.com来访问 HPSmart Admin 如果将打印机设置为商用 则可以前往HPSmart.com-admin 来访问HPSmart.com-admin 在HPSupport YouTube频道上 查找更多有用视频 还是设计者来自 media 那么组订等於 修设计者来自以后 给你继续写 打印机